我和沈一舟纠缠了十年,她在外面换了一个又一个女人,但会给我体面,导致女主人只能是我,直到她带着心肩上的小情人住进家里,我忽然觉得没意思透了,我向沈一舟提了离婚,沈一舟红着眼,质问,为什么,我抚摸着肚子,我怀孕了,不是你的。 我出差刚回到家,便探到地上散落一地的衣服,米杏的蕾丝内衣,高跟鞋,裙子,从悬门关一直延伸到卧室,我的心瞬间冷了下去,沈一舟带女人回家了,我轻轻推开卧室的门,比面尾米的气味涌了出来,让我差点呕出来,苏雅看到我尖叫了一声,慌忙躲在沈一舟的怀里,我一开目光,不想让自己长真眼, 沈一舟抱着她,不嫌不淡地望着我,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,我瞥了眼桥上的婚纱照,比面的我们甜蜜相拥,满了一对碧人,现在我的丈夫和别人的女人藏在我们的婚床上,做最亲密的事,我开口,穿上衣服,说完,我冷静地关上了门,沈一舟很快走了下来,苏雅靠在她的肩膀上,亲密无见,她笑着打招呼,若曦姐,我没看她,对沈一舟说, 你知道的,我有洁癖,苏雅的脸色有些难看,她知道我说的是她,沈一舟挑眉,以为我又要像以前那样闹,她立刻松开了苏雅,出去,苏雅以为沈一舟说的是我,她挑衅地望着我,我笑了,还不走,苏雅面色茫然,呆呆地望着沈一舟,沈一舟扭头,听话点,苏雅眼睛微红,不甘地离开了, 沈一舟坐在我的对面,语气平缓,我可以解释,我不知道你那么早回来,否则我不会把她带到家里来,只有这一次,我眼神嘲讽,我不知道这是沈一舟第几次带苏雅回来过夜了,这么多年,沈一舟顽固风过,却从来没带女人回家过,更何况是在我们的婚床上, 我看得出来,沈一舟对苏雅是真的喜欢,苏雅是跟沈一舟时间最久的女人,要是以前,我早就哭得单肠寸断,争得吵着要说法了,但现在我觉得没意思透了,沈一舟见我不说话,她拉住我的手,凑近我,暧昧地摸了摸我的耳垂,我冷着脸推开她,语气颇为不耐烦,我们离婚吧,沈一舟的表情有些空白, 很快恢复自然,你别闹了,就因为一个苏雅吗,我下次不带她回家了,我不想成为他们推中的一环,没闹,我认真的,我拿出离婚协议书,公司属于我的股份,要么我全带走,要么你拿市场价买,还有房产,我们一人一半,但这栋婚房我不要了,我嫌脏,我对车不感兴趣,车库里除了那辆劳斯莱斯,其他的都是你的,珠宝首饰都是我的,这些你没意见吧, 沈一舟见我准备那么充分,眼底的神情认真了几分,林洛西,你别闹了,沈一舟上前想要拉住我的手,我轻易地躲开,沈一舟终于生气了,林洛西,苏雅她只是一个玩意儿,你犯不着,因为她闹别扭,她根本影响不到你的地位,我把她带到家里来,是我不对,以后我都不会了,我抬眼盯着她,听得她可笑的辩解,我和沈一舟是相爱过的,不过结婚头两年,她便出国了, 我哭过,闹过,歇斯底里过,甚至跑到公司,当着所有人的面扇他耳光,最后话来一句,林洛西,我们够玩的的吧,我不干涉你,你也别干涉我,男人嘛,身边总会有女人的,后来我接受了,疼久的心脏变得麻木起来,沈一舟确实会在外面点我体面,无论我怎么闹,她都会立刻松开情人的手安抚我, 但我腻了,我朝她笑了笑,沈一舟神情松动,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轻而易举过去了,她正要说些缓和气氛的话,我出生,我怀孕了,沈一舟眼底闪烁着惊喜,不是你的,沈一舟表情微僵,你在开什么玩笑,不可能,我起身给自己倒了杯水,边喝边说,我们已经很久没亲肉过了, 你忘了,我摸了摸平坦的肚子,不为别的,就为了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,我也不要和沈一舟继续维持着扭曲的婚姻了,沈一舟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,双目吃红,声音慌万,若曦,你在骗我对不对,我摇里摇头,两个月前,我在外面有人了,不可能,我不信,我从包里拿出一张报告,正式运检报告,我要给我的孩子一个正常的身色,这句话,立刻刺激到了 沈一舟的神经,他像是无头苍蝇扬软,他转身走入厨房,提着菜刀,直接抵在我的脖子上,呼吸粗重,谁?我冷着脸望着他,没有一丝害怕,沈一舟发了喊,脖子上的青筋抱起,孩子父亲是谁,我要杀了他,我声音拔高,你敢,菜刀抵在脖子上,慢慢渗出了血,沈一舟健壮,慌忙松手,对不起,疼不疼啊,我猛地甩了他一巴掌,沈一舟的脸一片, 他低着头看不清岛情,浑身犯得暴躁的气息,是你说的,我们各玩各的,沈一舟抬头,双目心红,他是谁,值得让你离婚,我觉得沈一舟很可笑,他能出轨,我不能,我觉得游戏不好玩了,退出了,还不行,我想比他一个家,我语气很轻,就这么简单,沈一舟呼吸急促,拉住我的手,你把孩子打掉, 我就当事情没发生过可以吗,你要是想要孩子,我可以和你生,我一点一点地掰开沈一舟的手,坚定道,不好,沈一舟大声嘶吼着,我不同意离婚,以前我是想和沈一舟要孩子的,但他不同意,觉得孩子会束缚他,至于束缚什么,他没说个所以然来,我猜影响到他找女人了, 我闹过好几次,甚至放下脸面伸断求他,以为孩子就能满回沈一舟的心,但全都被沈一舟拒绝了,他逼着我吃碧玉药,我很少在沈一舟身上看到如此不冷静的情绪,以前发疯崩溃的人是我,地位颠倒,我还有空点了支烟,闹够了吗,闹完了就签字吧,这句话还到了沈一舟的身上,沈一舟冷声道,我不签,你早就想跟我离婚了是不是, 我出差遇到了他,他吵着闹着,要我给他一个名分,他太折腾了,没办法呀,就像苏雅,他吵着想在我们的婚房里和你亲热,你也没办法,不是吗,我不相信沈一舟会临时起义带苏雅回家,只有一个可能,是苏雅要求的,现在沈一舟还宠着他,他就冒着被我责怪的风险带他进来了,我摸了摸脖子,蹭到了血,有些刺痛,沈一舟神情偏执, 你就是因为苏雅对不对,所以你想报复我,我告诉你,你别想了,我是不可能跟你离婚的,我的手机震动了几下,我拿起看了眼,耐心彻底高庆,行了,他来接我了,你冷静一下吧,你冷静一下吧,这句话沈一舟以前经常对我说,还会补杀一句,你现在像疯子, 沈一舟跟在我的身后,不停地说,我不同意,你别想了,我打开房门,露出顾泽安英俊的脸,我露出笑,怎么想得过来接我呀,沈一舟的表情空白了一瞬,神情荒谬,师弟,原来他们认识,顾泽安没理会他,目光一到我的身上,神情紧张, 姐姐,你的脖子怎么了,我摸了摸,小伤,我挽住他的胳膊,笑容甜美,我已经提离婚了,答应你的事,我不会忘,沈一舟看到我的动作,忽然发现我一直公秃秃的手上,不离一枚戒指,是素圈,上面刻着几个字母,GGA这是顾泽安的求婚戒指,他亲手做了一对对戒,那天他得知我怀孕,神情真挚地望着我,姐姐,你跟他离婚吧, 我想比你和孩子幸福,这枚朴素的戒指根本打动不了,见惯了各种奢侈品的我,但少年的执着和真挚却让我的心慢慢动摇,我点头了,沈一舟红着眼,发了疯地掐住顾泽安的脖子,她是你嫂子,我慌忙拉住沈一舟,大声,你给我放开,有话好好说,顾泽安狠狠打了他一拳,一字一顿当,师哥,你给不了他幸福,沈一舟快气疯了, 没和顾泽安扭打成一团,反而死死盯着我,就是他勾引的你,我淡淡道,不算,我挺喜欢他的,沈一舟语气冰冷,我带你去打胎,顾泽安牵住我的手,对他说,我的孩子用不着你管,沈一舟,你毛都没长齐吧,你凭什么引诱他离婚,顾泽安的年纪确实比我小,他比我小七岁,我今年二十八, 我冷声道,用不到你管,他比你强多了,我跟着顾泽安离开了,后视镜映照着沈一舟的影子,他死死盯着我们,恨不得把我们生吞活泼,顾泽安开着车,过了很久才开口,姐姐,你要是后悔了,也没关系,我怎么样都可以的, 我闭着眼,靠在一背上假妹,刚下飞机,闹那么一通,真的要累死我了,顾泽安继续道,沈一舟是我同门师哥,我们是一个导师,我被老师内定了,要到他手底下读演,我睁拍眼,你废话好多啊,顾泽安笑了起来,不再言语,是个人都能看出他的好心情,他想说,他第一次见到黎若曦,就喜欢上了,可惜那时他是别人的妻子,我和顾泽安, 顾泽安是在酒吧里遇见的,我受不了手艺中每日出轨,到酒吧里买醉,遇到了他,迷迷糊糊间,我抱着他,又亲又摸,我有钱,你愿不愿意跟了我呀,我听到清脆的声音,我不要钱,我愿意跟你,一夜纵容,这是我第一次出轨,第二天,我给顾泽安打了五十万,顾泽安红着眼,姐姐对我不满意吗,我摇了下头,慢腾腾地穿上衣服,还行, 下回你的技术再提高提高,顾泽安满心欢喜,保证到,我一定会把姐姐伺候好的,我盯着年轻的面孔,终于理解了沈一舟为什么会出轨,我摸了摸顾泽安的脸,他乖胜地蹭了蹭我的手心,眼底全都是我的身影,装得满满的,谁不喜欢这么年轻的肉体呢,我为什么还要为沈一舟守身如玉,后来我每周都会找他,沈一舟和情人们打得火热,而我这边每天都被小狼狗字, 不过我每次打钱,他都没要,他说他爱的是我这个人,不是图钱,直到我出差,再次遇到了他,他相遇顾知的喜悦,让我们放纵了起来,我们没有做保护措施,意料之中的,我怀孕了,我抬手摸了摸顾泽安皆是有力的大腿,我不过犯了一个全天下女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, 有了这个孩子,我心动的想法多了起来,我知道,我和沈一舟之间的天平打破了,姐姐,到了,顾泽安轻声道,我朝外看过去,认出这是沈一舟大学附近的小区,顾泽安说,这是我家,只有我一个人住,我爸妈不在, 我望着他,你爸妈知道我们的事吗,顾泽安点头,他们知道我喜欢你,我忽然笑了,等姐姐离完婚,承诺尽在不言之中,顾泽安眼底流露着喜悦,满心欢喜地,接我去他的私人领域,我知道,他基于有夫之妇,肯定少不了一顿毒打,深夜,顾泽安轻轻抚摸我的脖子,上面的伤口几乎快要愈合了,等来就不是很深,但顾泽安哭了, 我闭眼装睡,感受到对方的眼泪啪啪地掉在我的身上,第二天,我照着去公司上班,不过这次我是来交辞城的,我想明白了,钱过花就行了,守着这么多家业,每天忙得跟陀螺一样,还不如躺平好好生活,沈一舟看到我的辞城,星红的眼底全是弄火,林若曦,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,我还没说话,苏亚般的茶杯走了进来,若曦姐, 苏亚笑着朝我问好,然后她走向沈一舟的身后,给她逆尖,若曦姐,你别介意呀,一舟特别喜欢我的手艺,我开口,所以趁着我不在,你就把她塞进公司了,沈一舟面上闪烁着心虚,我往公司塞一个员工,又能怎么样,我笑了,不怎么样,我先走了,我没错过,苏亚一闪而过的得意, 我站起身,就要离开,身后忽然传来沈一舟拍桌子的声音,沈允许你走了,沈总,我已经辞职了,沈一舟,我没同意,你能别闹我吗,怪难看的,沈一舟脸色微僵,似是不可置信,我会这么对她说话,苏亚开口,若曦姐,你千万别因为我生一舟的气呀, 我奇怪地望着她,你像什么东西,缩牙眼眶瞬间红了,沈一舟皱眉,宾若曦,你别和她顾不去,一舟,你别生若曦姐的气,我硬生生气笑了,他们俩作戏给谁看呢,沈一舟,你要是还要脸,就把离婚协议书签了,省得来我心我,沈一舟眼神慌乱,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冷静一下,我已经冷静完了,沈一舟博承微明, 没注意到苏亚一样的神色,我从办公室里出来,苏亚跟了出来,宾若曦,你别纠缠沈一舟了,她爱的人是我,苏亚一改往日的温柔,眼神尽是尖酸刻薄,她亲口跟我说的,她对你没有感觉,她爱的人是我,要是以前,我或许能被这句话刺激到,但现在犯不着,我抚摸我的肚子,轻轻一笑,那我祝你成功,苏亚看到我如此轻描淡写, 她心底的气反而更多,我陪了沈一舟两年,她每晚几乎都在我这里,甚至还陪我回家过年,以男朋友的身子,苏亚像是在证明沈一舟有多爱她一样,但和我没关系了,以前的沈一舟对我更好,我和她白手起家,见不彼此最狼狈的模样,她每天省吃俭用,攒了两个月的钱,只为了给我买一双像样的高跟鞋,我随口说了句,想吃糕点, 她正能大半夜跑出去给我买,我和她高中相识,大学谈恋爱,一毕业就结婚了,她为了我做了数不清的事,那些感动和美好都是存在的,可惜她变了,而我也不再爱她了, 以前我以为我会爱她一辈子,然而还是被伤痛了心,苏亚见我沉默,得意洋洋道,所以,你识相点,和她离婚吧,我笑了起来,不想离婚的人是她,我一提离婚,她就吓得要死,而且我有洁癖,我不喜欢用别人用过的东西, 丧恶的牙刷,用起来真的很恶心,我想开了,不要了,干脆丢垃圾桶里算了,苏亚的脸色像是调色盘一样,难看极了,我祝你好运,好好棒着她吧,沈亦中跟我在一起的时候,她会出轨,以后她还会出轨, 她这个人,不管跟谁在一起,都会出轨,她的劣根性永远逮不扰,是什么改变了她呢,无非就两样东西,钱和全,我和顾泽安度过了两个美好的周末,不加班的日子,真的很爽,周一顾泽安有课,她先去上课了, 她刚走没多久,门铃响了,我以为顾泽安落下了东西,无奈地打开房门,却露出了沈亦中这张阴魂不散的脸,我烦得立刻关上门,沈亦中迅速拦住,林若曦,她低声喊道,和我说说话,我松了手,眉眼透露着烦躁,我把苏亚开了,沈亦中死死盯住我,你别生气了,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捂蜜你了, 我直笑道,我又不是皇帝,你要是不想让我生气,你就干净利索地签字吧,你大大不想看到我们互私的局面吧,到时候你可不是只分出那么一点家产了,沈亦中闭了闭眼,压着脾气道,孩子,你打掉好不好,我当你没出轨过,我奇怪地忘得他,你出轨可以,我不行,看你怀了别人的孩子,沈亦中急声道,我靠在门边,语气很平,你的情人也怀过你的孩子, 沈亦中呼吸一致,你知道,我笑了起来,神情悲凉,我是偶然知道的,当时我随手点开了沈亦中的手机,他的密码我都知道,对我从来不设访,或者说他根本不在意我会不会看到那些东西,我在他手机里看到了一张硬件单,孩子被沈亦中派人打掉了,那个女孩哭得很惨,沈亦中语气发虚,我已经让他把孩子打掉了, 你忍心,我不忍心,我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,沈亦中死死抓了门框,你现在住这栋房的习惯吗,他能比得上我吗,我能给你最优渥的生活,他能吗,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,我怜悯地看着他,以前你比他还穷,沈亦中脸色瞬间惨白,过去是他不愿意提及的,最穷的时候,都里只有五块钱, 或是他离不开我,放不下我,只是因为我知道他的那些过去,而外面的女孩不知道,永远会用崇拜的目光望着他,沈亦中低下了高贵的头颅,若曦,我真的错了,我不该带女人回家的,仅仅是因为这个,沈亦中接着道,我以后不玩外面的女人了,只有你一个好不好,我温柔地抚摸我的肚子,不好,沈亦中脸色难看极了,你别闹了,别吓唬我了,好不好, 以前不是一直都是好好的吗,好好的,只是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,麻木了,不是不会痛了,只是习惯了,如果沈亦中三四年前说出这样的话,变爱脑的我一定会回心转意,满心欢喜地跟她修复感情,维加是我和你一起创下的,我觉得我的能力不在你之下,你凭什么觉得我还会爱你,沈亦中倒退了一步,终意意识到我已经不爱她了,她苦笑着摇头, 眼泪滚了出来,明明她已经决定和苏亚断了,明明在她知道苏亚独自去挑衅林若曦的时候,第一时间太除了她,怎么就没用了呢,你冷静一下吧,这个样子真的很难看,跟得疯子似的,这个还是沈亦中的语录,我忽然发现很好用,果然沈亦中露出一副要死要活的模样, 沈亦中露出像,比哭还难看,我和你真的没以后了吗,我摇了下头,没有了,沈亦中离开了,我很苦恼,不知道沈亦中松口了没有,要不然真的要拖到孩子出生吗? 沈亦回家的时候,我直接说,今天沈亦中过来找我了,姐姐,她找你麻烦了吗? 沈亦紧张地握住我的手,我摇了摇头,我以为沈亦会吃醋,结果并没有,我抬手摸了摸沈亦的脸,她是过来求复合的,沈亦的脸立刻垮了下来,她抱住我, 姐姐,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,我笑了起来,还以为真的不会吃醋呢,我摸了摸她的脑袋,不会离开你,只是有些棘手,如果沈亦中乘要拖,肯定能拖到孩子出生,我和她之间的财产纠纷,如果分不好,估计能纠缠两年,顾泽安给我下了碗面,面条很筋道,她说她是等她妈学的,她到现在都不敢等她爸妈说,和我在一起了, 她担心,我会都喜欢和她爸妈相处,但我觉得她多虑了,我根本不在乎这些,应付起来游刃有余,顾泽安还是太年轻了呀,隔了几天,苏亚找上了我,我决定见见她,纯当乐子看,她的面容很憔悴,怨恨地盯着我, 李若曦,你用了什么手段,让沈亦周开除了我,我撑了下巴,我说我没有任何手段,你信吗,苏亚当然不信,她盯着我脖子上的吻痕,嘲讽道,你一边说和沈亦周离婚,一边吊着她,你又是什么好东西,我摸了摸脖子,想到这是顾泽安昨晚留下的, 嗨,你不会说人话就别说了,家里小孩闹腾得很,留下痕迹本就不奇怪,苏亚睁大双眼,似乎不可置信,她露出笑,丙若曦,你出轨了,你猜沈亦周还会要你吗,我巴不得沈亦周能和我离婚,好给顾泽安那小子名字,苏亚边走边得意,露出一副你要完了的表情,神经病,凭什么沈亦周能养女人,我更能养男人,然而下一秒, 我接到了沈亦周的电话,沈亦周声音冰冷,你告诉别人你出轨了,苏亚找你了,沈亦周冷声道,你能不能不要给我丢人,丢人,我光明正大做出来的事,怎么叫丢人,你再不签字,我就要全天下来能都知道,我给你戴了绿帽子,沈亦周给我戴了那么多顶,我给他只戴了一顶,不过分吧,沈亦周语气颓然,行,带你要来我们的婚房,我的脸色瞬间难看极了, 那一破地方,我觉得空气都是脏的,床我已经扔掉了,沈亦周补了剧,他声音很低沉,对不起,原谅我吧,在最后关头,沈亦周还在求我原谅,我一句话都没说,挂断了电话,我给顾泽安发了条消息,我要跟沈亦周谈离婚的事,我现在要去静庭一号, 顾泽安的消息很快发了过来,我可以陪你过去吗,我露出一丝笑,我刚要拒绝,但转念一想,顾泽安可能没有安全感,我立刻道,好啊,但等到他过来时,顾泽安的第一句话就说,如果他打你,你躲在我的身后好吗,我愣了下,他不敢打我, 顾泽安呼吸急促,那上次怎么回事,我摸了下脖子,顾泽安以为我被沈亦周家暴,所以才半夜偷偷哭,我真没被家暴,我亲身安抚他,顾泽安没说话,只是抱了抱我,我们来到静庭一号,敲响了房门,沈亦周竟穿的围裙给我们开门,他看到顾泽安明显愣住了,他语气不好,林若曦,你怎么还带他来,顾泽安太口,你不要怪姐姐,是我非要来的, 沈亦周博唇微敏,满脑子都是怒火,该死的绿茶,我无心和沈亦周发生争吵,一走进去,就闻到了熟悉的饭香味,带新的小情人来了,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,沈亦周满脸紧张,不是的,我没带别人进来,我说过了,我不会的了,我笑了起来,那我们谈谈离婚的是吧,沈亦周瞥了眼顾泽安,神色不太好,你就那么不想和我多待一会儿,我和泽安还有事, 顾泽安太口,没关系的姐姐,不用考虑我,我摸了摸顾泽安的手,你真贴心,死绿茶,沈亦周恨不得把顾泽安的嘴撕烂,那我们边吃边聊吧,我这才发现,饭桌上的菜是做给我吃的,沈亦周态度殷勤,自动把旁边的顾泽安忽略掉, 这些都是你最喜欢吃的菜,你都忘了吗,我瞥了眼,桌子上的饭菜,确实都是我喜欢吃的,我喜欢吃小龙虾,沈亦周却嫌弃有味道,但他都忘了,忘了曾经他连一顿像样的小龙虾都吃不起,我坐在餐桌边,摸了摸筷子,抬眼盯着他,沈亦周,吃完饭就可以签字了吗? 沈亦周脸色瞬间难看,他呼吸不稳,林若曦,就不能不提离婚吗?顾泽安握住我的手,师哥,你根本不爱他,趁早放他自由吧。 沈亦周痴笑一声,顾泽安,我和林若曦之间有你什么事?我立刻道,当然有。 沈亦周眸光渐深,林若曦,你能不能不要像得他说话?我奇怪道,我不像得我男朋友,难道像得你? 沈亦周瞬间被刺痛,他替自己找步,我们不离婚,还是夫妻关系? 不好意思啊,在我心底,你早就不是我老公啊。 沈亦周终于签字了,他唯一一次给我做的饭,我们谁都没吃。 他低着头拉住我,忽然叹到藏在衣领子的痕迹,几乎刺痛他的双眼。 沈亦周呼吸不稳,又看向顾泽安,你们,我冷漠到,以后没事就别联系了。 顾泽安揽住我的肩膀,我们孩子都有了。 沈亦周手被钻紧,林若曦,他要是对你不好,你随时可以回来。 我没理会他,没有比沈亦周更差的了。 我们刚走到门边,身后传来暴虐的是你。 沈亦周在砸东西,玻璃碎裂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里。 顾泽安揽住我的腰,若曦,别怕。 我笑着摇了头,我怎么可能会害怕? 不过是沈亦周的无能狂目而已。 后来我才知道,沈亦周把整个婚房都撒好。 我心底毫无波澜,从沈亦周带苏雅回家, 在我们的婚床上翻云覆雨时。 那点最后的美好彻底烟消云散了。 我跟顾泽安见了家长,顾妈妈看到我微脱的肚子, 唉声叹气。 我心底竟然升起一阵紧张。 顾爸爸眉心紧锁,顾泽安,你做事太不像一个男人了。 怎么能让一个好好的姑娘备婚先孕? 我干巴巴开口,我和顾泽安在一起的时候, 我还没离婚。 紧接着,我补充道,这些年,我和前夫早就冒合神离了, 他玩他的,我玩我的。 说完,大家更沉默了,有一种越描越黑的感觉。 顾爸爸叹头气,好了好了,不管以前怎么样, 之后你们好好过日子吧。 顾妈妈给我一封红包,一外衣,万里飘衣的意思。 虽然我这个儿子,当男小三。 顾妈妈欲言又止,算了,以后就交给你了。 顾爸爸和顾妈妈仰头看天,葬孽呀。 从顾家出去,我和顾泽安相试一笑。 你爸妈觉得你当小三了,顾泽安不好意思地点头。 嗯,他们做了我好多回。 可他改不了,他忍不住被林若曦吸引。 有了那次机会,他彻底突破最后那点道德底线,沉沦在爱情之中。 对不起,我不是好人。 顾泽安在我的手心蹭了蹭。 明天我能领证吧。 我忽然道,给你名分,许你幸福。 顾泽安愣住了,眼底透露着巨大的惊喜。 他眼眶发红,若曦,真的吗? 我笑着点了点头。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顾泽安除了撒娇的时候, 其他时候都会在我想明。 我和顾泽安领完证后,告诉了顾爸顾妈。 他们忙问,什么时候办婚礼? 我说,我们打算去旅游,等孩子出生后再办婚礼。 天慢慢冷了,我和顾泽安决定去塞亚。 不知道为什么,落地后,我总感觉有一道视线在望着我。 我回头看了看,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。 可能只是我的错觉。 孩子是在塞亚生的,顺产。 是个可爱的女儿,大名叫林可夏,小名叫顾平安。 顾爸顾妈欢天喜地地跑过来,照顾他们的乖孙。 尴尬的是,顾泽安还要回去上课,再不去,就要挂科了。 顾泽安左哭右抱,我好不容易才把她哄回去。 护工走进病房,拿出一个厚厚的红包。 丙小姐,这是一位先生,点你的。 我没心未咒,没想起来会是谁。 隔着红包,我摸到了坚硬的物体,打开一看,发现是金锁, 笔面还有一封信。金锁上面刻着几个字,碎碎平安。 我神色发症,意识到这是沈亿周送的。 我把金锁放在一边,心底毫无波澜。 信件我也没看,孩子又哭了。 顾妈妈抱着她过来,面色为难,这孩子生失想妈妈了。 果然她窝在我的怀里,就不哭了。 顾妈妈笑着说,这孩子隋泽安,以前她也是,窝在我的怀里,就不哭了。 我戳了戳小平安的脸,软乎乎的。 她朝我笑了笑,我躺在病房里无聊,终于找到空出去溜弯了。 外面温度适宜,很适合晒太阳。 被人盯得的感觉又出现了。 我一转头,看到了多日不见的沈亿周。 她比以前憔悴了很多,好像瘦了。 时隔大半年,我已经没有了之前的情绪,反而很自然地和她说话。 金锁还是还给你吧。 沈亿周眼睛通红,她声音沙哑。 若曦,孩子已经生完了,我们还能回去吗? 我闻眼,愣住了。 沈亿周,你在泰安笑吗? 沈亿周垂头丧气道,林若曦,我后悔了,我真的不能没有你,我怎么都不自在。 我笑了起来,你可以找外面的女人啊。 以前你不是很喜欢吗? 没有以前,沈亿周声音忽连拔高,她呼吸急促,慢慢走近我。 若曦,孩子我可以不计较,我们复婚好不好,我连忙后退,一脸防备,你再靠近,我就喊人了。 沈亿周看到我的动作,神情受伤。 我语气微缓,我不爱你了,以前那是早就过去了,我早就不在意了。 沈亿周意识到,我已经重新开始了,但她还活在过去,我朝她点了点头,转头离开。 沈亿周背脊僵硬,神情崩溃,她真的离不开林若曦了。 以前她以为早就不爱林若曦了,所以才喜欢在外面找刺激。 后来等到失去才发现,林若曦是她的家。 没了她,她无论做什么,都没劲,很无聊。 林若曦早就无声无息地渗透到她的蓄谷里了。 分不开,割手不掉。 现在她看到林若曦和顾泽安在一起幸福的模样,她疯狂地嫉妒。 原本站在林若曦旁边的人该是她,原本该有你儿的人也是她。 可后悔有什么用呢,他们回不去了。 晚上,顾泽安飞来了三亚,她不小心看到了床头上的那封信。 信上有几个字,无期若曦,只要你回头,我一直在你身后, 顾泽安冷着脸把信件扔进了垃圾桶。 她不动声色地问我,若曦,金锁是谁给的? 你的前夫哥。 我错过身,调侃道,你吃醋了,顾泽安摇头,我只是生气, 生气他这才发现你的好。 我忽然笑了起来,你就当他是个屁放了,别在意。 顾泽安凑近我,稳住我的唇,他说,若曦,我好幸福。 坚索我还是还跌的沈一周。 顾泽安又重新给平安买了一个。 我无奈地叛口气,这是我小心眼。 如此,我才能告诉您,我将会发现你的胸穴。 所以你会发现我的胸穴会。 我看见你, Kat也没关系你, 我虽然会被带走到上面。 你在哪里内叛口气, 滜了 Como看你,你会带回垂养了一个。 感谢观看